在投層各界的見證下 縣府參議呂莉莉接下代理投層鎮長一職 而且隨即商人辦公審閱公文 交接運氣 呂莉莉表示受到縣長的請托 擔任鎮長代理 希望跟代表會密切配合 並結合公所團隊 還有鎮內各林里長 社區 繼續為投層的未來努力打 縣府的人才技技 為什麼縣長要選擇我來代理 那我有問過縣長 縣長跟我講 第一個 他很重視投層的服務 是不是能夠接軌 要有一定的高路 我說我有168 因為藉這個機會 說我一定要有這個義務 來為鄉親服務 所以讓我盛情難勸 所以我就接了這個工作 那也希望今後在代表會的監督之下 各位里長的配合 還有公所在此共理時間的情況下能夠使我們的政府順利推行 而代表會主席楊碧春表示 感謝縣府派任一位資歷豐富財政專業的代理政長 相信在呂政長的代理下投層會更好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麟採訪報導 萬選一位資歸豐富 我、二位資歷豐富 千秋為小派任一位置 有些資料 剛才 有些資料 有些資料